本门由明星粉丝团作者虾米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些年特别果报的穿越剧《宫索新玉》 由杨丽、冯绍峰、佟丽雅和盛名主演 虽然这部剧的制作相比步步金星来说非常粗糙 但是当时却掀起了关锯热潮给杨丽的事业 带来了不少助力时隔多年 这部剧的演员们也有了不同的人生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位男星 冯绍峰和盛名现在的境遇更是截然不同 冯绍峰虽然口碑算不上很好 但是陆陆续续还是接到了不少资源 其实很大一部分网友对冯绍峰印象不好 都是因为他的绯闻 冯绍峰还是拍过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的 不过冯绍峰拍过的烂片也不少 像幻城还有那片星空那片海 真的是扑到让人无法直视的地步 冯绍峰现在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和赵丽颖的绯闻了 最近几天冯绍峰和赵丽颖被拍到了好多次 甚至还被拍到了正面照 不少网友都认为两人已经妥妥的恋爱了 只不过还没公布 就像林更新和王立坤那样 不知道两人何时会宣布恋情 相比冯绍峰和成明在《公索新域》播出后的前几年 还能接到一些资源 最近几年一直没有作品播出 和盛明最近播出的作品 应该就只有反恐特战队之列影 但是这部剧知名度不是很高 再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张汉 张军领主演的那部四大名部了 和盛明是演了反派 之前还有消息说和盛明被血藏了 可是没有实锤 只能说和盛明太低调了 最近也有消息说和盛明退圈了 但是这个也不是真的 和盛明之前转型失败 因此接不到热门题材和影视剧作品 他还是在拍戏的 只是没有热度 据说和盛明前不久还在度和冯绍峰合作了 不知道是什么剧 冯绍峰和和盛明的境遇 真的是截然不同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 转载请先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